这是一款开局只有60秒的生存游戏 如果这60秒你保不住 那接下来的游戏将寸步那行 它就是避难所生存60秒 在Steam好评率为83% 完美一支手机后 在好游快报评分高达8.8分 那么本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原则 我们打开游戏 进入游戏将扮演主人公泰德 开始要利用60秒时间疯狂的搜集家中物资 享受一次60秒清空购物车的快感 但要在倒计时结束前带着家人躲进庇护所 灾难过后这游戏才真正的开始 这时才发现被开局给骗了 原来这游戏它不是3D的 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个小小的地下室里 跟老婆女儿共处一室 过上大眼瞪小眼的日子 利用开局60秒搜刮它的物品 让全家坚持到最后 所以必须合理分配资源 该饿的时候一定要饿 当然一只饿下去也不是办法 还需要冒着受伤和死亡的风险 外出搜集物资 有可能你把儿子派出去了 他就回不来了 把女儿派出去可能就被辐射变异了 随着游戏的发展 更是会逼着你做出各种各样艰难的抉择 没办法 灾难当头五字有限 做出点牺牲也是情有可原嘛 不过儿子忌天法力无边 女儿变异全家无敌的16字真言 一直在玩家中广为流长 总之这游戏就像是一场生存演习 处处充满对人性的考验 想知道自己会如何选择 能扛多久 就点击左下角下载好游快报吧 避难所生存60秒 认证中文正版 上面还有更多steam正版一只手游 等你去发现 游戏荒不存在的